拔丝金枣 拔丝金枣这道菜通过菜名说出了烹制的方法 拔丝也倒出了菜肴的形状 金枣形 做这道菜需用的原料是山药 甜豆沙、花生油、淀粉适量 凉开水少许白糖香油适量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道菜的具体制作方法 将洗净的山药上笼蒸熟 削去皮以后制成山药泥 在盘内撒上面粉 然后将山药泥分别做成小饼 然后 在小饼上 在小饼内扔入豆沙 将用豆沙做馅的小饼做成金枣模样的盔子 作曲 李宗盛 炒勺内下油烧至七成热的时候 下入制好的金枣胚 炸成金黄色的时候捞出 倒入漏勺内 做拔丝金枣胚的时候包馅要匀 大小要一致 形状要像枣 炒勺内 放油然后放入糖熬化 待烧成金黄色并且起泡的时候 将炸好的金枣迅速的倒入锅内 颠翻几下就可以盛入盘内 这道菜就做好了 炒糖汁的时候要注意火后 火大了发黑 火小则发白 从挂糖汁开始一直到上桌 动作要简练快捷 这道菜的特点是 又脆又甜 有山药豆沙香味 是山东的传统名菜 多用作宴席的高档品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